当地时间的10号下午 北京时间的昨天深夜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 新冠肺炎疫情例行发布会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目前获得抗击新冠肺炎 工具加速器这一计划 仍有35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他呼吁各国团结一致 支持扩大加速器规模 以实现疫苗的公平分配 发布会上 社会组织首席科学家 苏米亚·斯瓦米纳坦 介绍了疫苗的进展情况 他表示年底前 可能有疫苗结果出炉 收集了很多数据 人数多的数据 所以这其实需要 在執照中的疫苗 Scientists 也认为这些耗读医学家 也认为这些小型医码 Ezho,佛大和生亚 超纪大量的工程度 里面的测读 都 hoop起来 暂时我也认为 针对此前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 因受试者出现疑似严重不良反应 而暂停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斯瓦米纳坦表示 安全性是任何临床试验的 最高优先级别考虑事项 他强调疫苗研发过程会有起伏 不必因此而灰心